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基金经理葛兰为什么被骂 他真的是大家口中的葛酒菜吗 相信大家都知道 葛兰是一位有着医药女神之称的明星基金经理 曾经带领旗下的几只医药主题基金 取得了惊人的收益 让无数投资者为之倾倒 然而就在最近 葛兰突然宣布卸任中欧研究精选混合基金中 欧阿尔法混合基金经理的职务 立刻引来了网上如潮的抨击 大意是说葛兰涨多的基金 在十年时间里帮投资 这亏损累计近234亿元 却收取了近33亿的管理费 言下之意 投资能力不行 就是一个大忽悠 只会赚基民的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葛兰真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金经理吗 他过去的成绩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 看看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基金从业者多如牛毛 能从云云众生中杀出成为顶流明星基金经理 没有几把刷子又怎么可能呢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来看看葛兰涨多的几只基金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经历了熊市的大幅回撤 葛兰分别于2016年9月 2018年7月 2019年2月开始涨多的中欧医疗健康混 和中欧明锐新起点混合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 这三只基金时至今日 依然保持着盈利状态 也就是说早期的跟随者 大概率是可以赚到钱的 当然有些朋友会不服气的说 赚到钱又如何 这个收益水平也太低了一点吧 咱的钱也同样是有时间成本的 关于这一点 首先收益到底怎么样 并不适合某某高人比 而适合大盘比 因为基金经理不是神仙 做不到无中生有 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 也很难赚钱 若以大盘为标准 仔细对照一番 我们可以发现 葛兰执掌时间较长的中欧医疗健 康混合 中欧明锐新起点混合 中欧医疗创新 股票这三只基金 全部大幅跑赢了 同期护身30 零指数 算得上是非常对的起观众 其次基金有最低持仓要求 股票型基金的股票仓位 最低不能低于60% 也就是说 散户可以选择空仓 而基金不可以 即使明知未来行情可能不好 也得以重仓姿态硬抗 考虑到2021年2月至今 市场一直都处于熊市状态 这个收益 其实是被熊市洗劫后的数字 如果切换至2021年初 或者2020年下半年风头正进的时候 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点年化水平 恰恰也正是那个时候 葛兰因为过去的高收益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被冠以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 不过话又说回来 开放式基金只要不清盘 就会一直摆在那里 必然受市场的影响 有起有落 葛兰真正让大家亏钱的 其实是2021年3月 分开始执掌的中欧研究精选 中欧阿尔法这两 只混合基金 由于市场于2021年2月份见顶 所以基本算是买在了次高点 两年零七个月熊市折腾下来 可谓亏损累累 坦白讲 高位发行的基金 就是神仙操盘也没辙 至于为什么要高位发行 那得问基金公司了 毕竟熊市难发行 牛市好发行 这是业内常态 基金经理充其量 就是一高级打工人罢了 当然一切归根结底 还在与牛市飞蛾扑火般的个人热气 即使高位不发新基金 争先恐后去买老基金效果也是一样 2019之前 葛兰的名气比较小 所以旗下基金买的人不多 规模不大 这也就意味着 基金早期真正吃到肉的人很少 即使吃到 也可能投入并不大 但是2020到2021年 可就不一样了 由于葛兰已经盛名在外 大量慕名而来的散户 如雨后春笋般涌进 旗下基金规模迅速膨胀 一旦下跌就是天量亏损 以至于最终出现了10年时间里 帮投资者亏损累计 近234亿元的段子 实际上准确的说 是3年时间亏损234亿元 用10年时间是一种调侃手法 变相抹去了葛兰过去的成绩 事实上 无论葛兰也好 张坤也罢 散户追逐明星基金经理 多半都会留下类似的段子 是因为明星基金经理不行吗 显然不是 若之前没有过硬的业绩 你会把钱交给他们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其实归根结底还在于 追涨杀跌这四个字 散户总是喜欢在牛市的高位 去追随某某明星基金经理 而这个时候 股票往往都处于高位 基金经理又不会变魔法 在高位帮你买股票 未来大概率是会赔钱的 对于散户而言 你可以不会分析公司 但一定要学会感受市场水温 太热的时候要回避 过冷的时候 其实才是机会 这样你才能避免高位买入低位 卖出的尴尬 才能真正享受到明星基金经理的 投资智慧 才能让你的钱生钱实现财富增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对于明星基金经理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订阅分享 让更多的人看到 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